罗塞塔石碑 随着他的喊声,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又都兴奋起来,七手八脚地帮着挖掘下去。 然而,挖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宝物,只是一块上面布满轮子的大石板,又是一块没用的破石板,这些法国人傲丧地嘟囔着。 原来,他们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以来,对那些布满骑行怪账符号的时刻,早已屡见不鲜了。 这时,一个名叫布萨的带队军官没有去休息,他仔细观察着这块石板,琢磨着他的来历。 他发现,这块石板同以往见到的并不完全相同。 石板上有三种文字刻成的名文,最下面的名文竟是人们熟悉的古希腊文。 布萨意识到这块石板的重要性,他立刻向上司报告了这个发现。 很快,这件事就被拿破仑知道了。 这时,拿破仑正在进行远征埃及的战争,但他十分重视收集古埃及的文物,随军带去了由175名学者组成的庞大的考察团。 他立刻将这块石刻交给法国考古学家。 这是一块黑色玄武岩石刻,长约115厘米,宽约73厘米,厚约28厘米。 经学者们鉴定,名文的上部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,下部是古希腊文字,夹在中间的是世俗体文字,古埃及后期的一种草书文字。 由于石刻中有古希腊文,学者们弄清楚了碑文的内容。 原来,这块石碑是公元前196年僧侣们刻的,内容是为了感谢法老给神庙的赏赐。 他们决定将法老的生日作为节日来庆祝。 石板上三种名文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, 学者们希望借助古希腊文来对埃及象形文字进行异读。 古代埃及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。 它与苏美尔人的些形文字、中国的甲骨文一样,都产生于原始社会中最简单的图画,所以叫象形文字。 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产生于公元前三千年。 大约在古王国时期,这种图形文字也称为圣书体,有许多是鸟兽和人物形象,常常被刻画在石板或木板上, 还有非常仔细地涂上颜色,描上细带。 刻画之后的象形文字,也不仅仅是文字,同时也是一幅幅的彩色图画。 到中王国时期,公元前2133年,到公元前1786年,从象形文字中发展出一种更容易书写的草书体,称为祭司体。 到后期埃及,又出现更草的字体,世俗体。 世俗体已没有图画的特点,书写形式更简单,普通老百姓也会读写。 在古埃及,这几种文字可以同时使用。 后来,埃及遭到外族入侵,科普特文和阿拉伯语取代了古埃及文。 慢慢的,古埃及文在此后的1500年时间里,便不再有人使用和认识了。 从古罗马时代,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,欧洲人对埃及文化十分欣赏。 但谁也不知道那些碑刻上美丽的象形文字的含义。 罗塞塔石碑被运到欧洲,引起了人们研究古埃及文字的兴趣。 有人发现,象形文字中有一些椭圆形的圆框,对照已认出的古希腊文的专有名词,托勒密·亚历山大,可以认定,圆框中的象形文字符号一定是国王的名字。 最终,一个叫商伯良的法国学者,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。 商伯良是一个语言天才,九岁就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,以后又掌握了西伯来文、阿拉伯语、科普特语和波斯语等。 他二十二岁时,成为语言学博士。 1808年,商伯良开始研究罗塞塔石碑。 他先找出写有托勒密名字的椭圆形框,对照希腊文,用拉丁字母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。 为了验证正确与否,他选用了一块方间碑上可有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名字进行对照。 从那个名字上,他认识了几个新的符号,并肯定了两个名字中间,同时出现象形符号的读法。 后来,他又陆续读出了亚历山大、凯萨等许多人的名字。 经过反复的比较,商伯良逐渐从读出人名,发展到读出个别的词,最后读出整句的话。 商伯良还发现,埃及象形文字、祭司体、世俗体,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三种形式,它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。 1822年9月,商伯良从一个建筑师那里,得到两张象形文字踏本。 这是从一个埃及神庙的潜伏雕上弄下来的。 商伯良很快就从踏本中读出了新王国时代的两个国王的名字,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。 商伯良确信,他已基本掌握了古代埃及文字的奥秘。 1822年9月29日,商伯良满怀喜悦地在法兰西学院,向学术界公布了他研究罗塞塔石碑的成果。 从此,这一天便被定为埃及学诞生的日子。 商伯良被公认为是古埃及语言学的奠基人,而罗塞塔石碑也被誉为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。 从1822年,商伯良成功破译象形文字,经过几代埃及学家们的艰苦努力,人们对古埃及文字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。 古埃及人的各种文献不断地被译读出来,这是人们能够对古埃及人的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文学、科技乃至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。 这样,古埃及文明的全貌到十九二十世纪逐渐重见天日。